本集节目由韩国扁刊丸赞助播出 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吧 今天带您来看两个话题 话题一 中非海警暴冲突 北京谋划南海开战马 话题二 反击中共渗透 美国准备攻破防火长城 来看第一个话题 中非海警暴冲突 北京谋划南海开战马 大家知道南海是中共与几个东南亚国家 存在主权争议的最复杂的地区 特别是越南和菲律宾 中共这几年积极地在南海实施军事扩张 与这两个国家多次为了岛礁的主权问题 而发生冲突 现在中共与菲律宾的冲突进一步白日化了 在8月5号 菲律宾海警船准备到仁爱礁去进行运输补给作业的时候 遭到中共海警的阻拦 中共海警不但近距离的发射水炮 对非国船舰进行恐吓 后来还直接用船身来拦截非国船舰 双方差点发生碰撞 等于是公开的海上霸凌 中共高危险的拦截举措 也让非国政府召开了国际记者会议 来谴责中共侵犯非国主权 好 仁爱礁也叫仁爱暗杀 距离菲律宾的巴拉旺岛只有200多公里 距离中国的海南岛是1100多公里 双方都声称自己拥有主权 所以这里也是中共跟菲律宾主权冲突最频繁的地区 在1999年 菲律宾为了对抗中共的军事扩张 直接把一艘老旧的军舰开到仁爱礁上 技术性的搁浅 从此坐摊在那里 非国也长期派兵驻守在军舰上 来宣誓和保卫非国的主权 当然 可想而知 中共一定会暴跳如雷 因为一来 菲律宾阻挡了中共继续把仁爱礁军事化的计划 另一方面 菲律宾的军舰坐摊的位置 正好在仁爱礁的西北端 这里距离另一个被中共军事化的美济礁 是非常接近 只有32公里 所以在中共眼里 菲律宾是故意在仁爱礁搞碰瓷 想要近距离的监控美济礁 来破坏中共的南海扩张战略 因此这次中共海警用武力恐吓 拦截菲律宾海警的行动 既可以说是意料之内 但是也算意料之外 意料之内是因为中非两国在仁爱礁 有着二十几年的恩怨 同时也是因为菲律宾最近 与美方加强了军事合作 菲律宾新增了四个军事基地给美方使用 让美方可以在更近距离的 在第一时间之内来支援台海的协防工作 因此对中共来说 菲律宾也成为了他们吞并台湾的最新的绊脚石 还有一个原因 是欧盟的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七月底刚刚访问了菲律宾 冯德莱恩除了强调 欧洲安全与亚太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还强调欧盟支持南海仲裁案 是有法律效力的 南海仲裁案是什么呢 是2016年河南海牙的国际法庭 做出了一项主权仲裁案判定中共声称的南海 九段线主权并没有历史依据 也就是中共对南海的主权声称是无效的 现在欧盟表态支持南海仲裁案有效 等于是否定中共的南海主权 当然让中共气炸了 所以中共这次高危险的拦截菲律宾海警 可以说是意料之内的暴富 至于说意料之外 是中共明明处于被全球围堵 高科技断供的困境 而且中国经济也每况愈下 所以中共才要天天喊改革开放 喊民营经济 就是需要拉拢外资外企去投资出血 但是明明中共这么需要外国的援助 需要跟外国来改善关系 那为什么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搞出了这场准海上碰碰船的事故呢 看起来很不合逻辑 那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猫腻了 那我们知道 习近平今年刚刚完成了党魁跟国家主席的三连任 而且减除了其他派系势力大权在握一人当家 但是他的政绩并没有因此而变好 反而是越来越糟 经济搞垮了 看看经济数据跟失业率就知道了 老外交也搞垮了 反而还跟各国打起了间谍战 内政也搞垮了 看看这次的河北洪水 中共七个常委统统统躲了起来 不敢到灾区去勘灾慰问 这说明了中共已经方方面面完败了 但是别忘了 习近平说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换言之他必须从某些方面来证明他的伟大 目前看起来就只剩下军事这条路可以走了 怎么走呢?收复失土 也就是拿回跟邻国有主权争议的土地 那哪些地方是中共眼里的失土呢? 台湾是不用说了 还有南海地区、钓鱼岛以及藏南地区 有人会说俄罗斯也夺走了中国的大片土地 对没错 但是中共已经把这些土地都让给俄国了 而且他们现在也不敢得罪普京 所以俄罗斯拿走的那些就当作是让土了 好那台湾、南海、藏南和钓鱼岛是中共最可能的动物地区 当然中共最想拿下来是台湾 但是中共会急着打台湾吗?不会 因为还要综合考虑北京当局的政治需要是什么? 首先中共现在确实可能需要一场军事冲突 用来把国内人民的焦点转移到外部的敌我对抗 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非常惨淡 加上洪水治理严重的失败 但恒大、中职集团都相继爆雷了 就连碧桂园也传出随时可能会导致违约 再加上中共火箭军也出了贪腐、泄密和叛变等等大问题 那这一切国内的乱象都成为中共政权的招门 所以北京当局确实有可能想要制造一场外部的冲突 来转移人民的视线、来宣泄人民部门的情绪 而且制造一场境外的军事冲突 还可以让中共顺势来召唤他们最得心应手的救援王牌 也就是民族主义 可以通过战争来施打民族主义的可卡因 让人民忘记了中共的腐败无能 反而是情绪激昂地支持中共、拥护党中央 这是中共让自己反败为胜的唯一解药了 另外制造境外的冲突 还可以让中共顺理成章地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 一切经济活动和物资的生产供给 全部采取最极端的紧缩状态 合理地把人民的物质生活和人权自由压制到最低点 把维稳监控升级到最高点 就像疫情时期的封城封区一样 不过因为是战争嘛 所以人民也就会最大限度的忍受与妥协了 不过还要考虑一点 中共现在需要的境外冲突 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外部的矛盾 来转移内部的矛盾 要制造外部的不安全 来保障政权的内部安全 所以中共需要的不是一场大规模的台海战争 因为不断打不瘾 而且还会因为动员的兵力过于庞大 那很可能会出现军方失控 或者军方倒戈的瓦格纳兵变 换句话说 中共现在需要的是一场小规模的 时间很短的 损失可控的境外冲突 顺着这些逻辑看下来 就会发现了 南海岛礁很可能会是中共的首选目标 因为在藏南地区跟印度打仗 高山地形太过险峻的 补颈线很难跟上 那是更算不高 在钓鱼岛跟日本冲突 那就会立即牵扯到美军的介入 而且钓鱼岛距离中国本土太近 风险太高了 那只有南海岛礁距离本土非常远 可以确保战火不会波及国内 那另一方面 攻击的范围面也可以拉到最小 顶多在一两个岛礁分出胜负之后 就可以喊停民进收兵了 而且中共在南海军事化了好几年了 在南海的军事实力确实比菲律宾要强 那胜算也就比较大 那有人会问了 难道中共不怕美军介入协防菲律宾吗 当然会 但是中共可以换个方式制造冲突 也就是不用军力 而是改用民间性质的海警 以及海上民兵来跟菲律宾发生冲突 这叫做灰色地带冲突 也就是非军事化的武装冲突 那万一灰色地带冲突不够用 再派军方做迅速短暂的介入打完了就跑 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回避跟美方交火 同时也最快速的让冲突收尾 但是一样可以实现中共想要的几个国内的维稳目标 所以说短期内最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地点 可能不是台海 反而是天宽地阔的南海 因为在这里搞冲突 不但对中国本土安全 也不必动用太多的兵力 对习近平政权更是安全 估计菲律宾跟美方也注意到这一点了 所以菲律宾政府不但大动作召开了国际记者会议 来谴责中共吸引国际的关注 但美国国务院也立刻发表声明警告中共 如果攻击菲律宾的船只、飞机或武装力量 包括海警在内 那么就可能会触发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协防条款 说白了 你一敢打菲律宾 我就跟飞国一起打你 所以接下来 除了台海局势之外 我们还要格外关注南海的动态 因为中共目前随时可能需要一场 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来自救 为什么呢 第一 内政失败 经济萎靡 需要转移民怨压力 第二 召唤民族主义 实施战时状态 来极端维稳 第三 缩小战场 减少动员 降低病变的风险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先看个健康资讯 您有呼吸道疾病的困扰吗 传统的韩裔认为 肺竹鼻 也就是 呼吸道相关的病变 其实都跟肺部的异常有关 像鼻炎 哮喘和肺病等等 都是因为肺部不健康 肺部积热过多导致的 韩国的匾康韩医院院长 徐孝希 结合他50多年的行医和经验研究 用中草药开发出扁康丸 扁康丸可以从根本上清除肺部的激热 让肺部恢复健康 而鼻炎、哮喘和肺病等等 就会渐渐的康复了 现在全世界已经有16万名病患被治愈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扁康丸的海外官网去了解 他们也有多国语言的服务电话可以免费的咨询 涵盖了欧美、澳洲、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地 而且还有24小时的专家咨询 再来看话题二 反击中共渗透 美国准备攻破防火长城吗? 美国著名的智库战略国际研究中心CSIS 这几天推出了一项最新的报告 叫做《无靠武力的竞争》 里面分析了中共如何通过军事以外的各种手段 来对美国发动一场全方位的渗透战与超限战 报告开宗名义说 中方正在发动一场史无前例 但未及军事冲突标准的活动 在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 同时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实力 报告说 中共目前正在采取越来越积极 越来越挑衅的手段 在渗透美国的方方面面 包括学术界、企业界、政府部门 以及各式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等等 那中共通过哪些手段来攻击美国呢?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第一、情报作战 也就是通过各式各样的间谍渗透 或者利用未逼海外的中国人 来取得各种美国的相关情报 给中共来使用 第二、网络作战 也就是通过中共的网军部队 对美国政府、学界、市库、跨国公司等等 发动黑客攻击 窃取重要的研究成果或者商业机密 第三、信息战和假信息战 中共通过网络平台和媒体的大外宣 发出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宣传 一方面是要试图影响美国的政府决策 另一方面也试图影响美国的民意 同时北京也通过各种利用未逼的手段 来说好中国故事 来管控中共在海外的形象 第四、统战 中共通过统战部的海外行动 去拓展方方面面的人脉 从而扩大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 第五、非常规的军事战 中共的陆海空军、火箭军以及海上民兵等等 在海外扩大发动非常规的军事行动 也就是还不到军事冲突级别的挑衅或者武装行动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过的 中共海警船拦截菲律宾海警 其实就是所谓的灰色地带冲突 第六、经济胁迫战 制造各国对中共的经济依赖或者资金依赖 然后再用禁止进口或者拒绝进入市场 等等抽赢根的方式来打击各国 或者强迫地渗透各国 比方说一带一路就是一种经济胁迫战术 好,中共这六套渗透战术 相信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很熟悉了 我就不多举例 但是CSIS这次也提出了不少的防御策略 要给美国政府参考 比方说加强联邦与地方的反情报资源 要强化民间部门的防范意识 要增强对中共的了解等等 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概念 我们就不多说 但是CSIS提出了一个重点是很关键的 他们说不但要加强对中共的防御 还应该对中共采取更积极的进攻 也就是该对中共反攻了 那他们主要提出了四点的进攻建议 第一,要建立跨国多边集团 来抵抗中共的经济胁迫 比方说结合欧美、日本、韩国和澳洲等等的盟友 一起来帮助那些遭到中共经济胁迫的国家 帮助他们疏解经济压力 同时联手来对中共发动制裁或者反制行动 第二点是要增强民间部门在新兴科技的竞争力 也就是政府要联合民间的企业 一起在新兴的科技上大力发展 来确保在竞争力领先中共 才能够主导未来的产业发展趋势 第三,要建立国家级的跨部门机构 来协调这些反击中共的行动 也就是要建立一个指挥部门 这个应该不用多解释了 还有最后一点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就是要削弱中共的网络防火长城 也就是要推倒中共的防火墙 报告说,美国政府需要投注更多资源 去支持中国境内和境外的民间团体和个人 来共同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 目的是要让中国人民可以接触到更多来源的新闻和信息 而不是只有党媒可以看 我认为推倒防火墙 这一点才是中共最恐惧的殖民伤 因为中共政权在过去二十几年的 谎言统治和思想维稳全靠防火墙 在我看来,中共防火墙 至少对中国人民起到几个重要的前置作用 第一,封闭境外的信息 巩固国内的洗脑与思想改造 当人民只能够日以继夜地接触到党国制作的媒体信息 没有海外的其他信息可以做对照 就会更轻易地相信党的宣传与洗脑 就会更容易让所有的人民思想同质化与激情化 就会更有利于党对人民的操控 第二,制造假信息掩盖真相 也就是对人民发动信息战 大家知道,在中国的媒体和网络上 永远只能看到党的正能量信息 那一切对党不利的信息不是被封锁屏蔽了 就是被抹黑攻击 是反华势力的假新闻 或者境外势力的造谣 比方说,这次的河北洪水 或者去年的唐山打人案 到现在都没有真相 第三,篡改历史也是党的过错 篡改历史和删改历史 来维护党的伪光证 是中共最擅长的伎俩 特别是到了网络年代 那中共通过防火墙 全面而紧密地检控着一切的网络信息 就会让篡改历史变得更快更容易 所以在墙内很容易忘记 共产党该过什么蠢事 只有到墙外才能够找到更多真实的历史记录 来还原党的真面目 最后一点是封闭民间对海外的接触 从而更容易用假信息来制造外部敌人 来煽动仇外的民族情绪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就像你从小到大都没去过外国 也没看过外国的电视 那么党媒告诉你外国是什么样 你自然就会相信是那样了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中国年轻人 一提到美国、日本和台湾 就会有一种仇恨或者鄙视的态度 因为你认识的外国和台湾不是真实的 是党选择性的灌输给你的 网络防火墙可以说是中共囚禁 中国十几亿人民的最大牢笼 也是中共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 红线中的红线 因为一旦墙倒了、风控没了 大量的海外真实信息 可以涌入中国人民的视线 到时候中共建党百年来的所有谎言 都会一一被拆穿 中共过去所有的恶政暴行 都会重新揭示在中国人的面前 到时候中国人民就会对中共做出新的判断和选择 那这就是中共的最大恐惧了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